顾持正号5005-9824 5005-9824 顾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防御 proces工资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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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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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叫做 因为因为 感谢观看 業障還沒消除 我年輕的時候嘴巴經常破 一直流血 一破就好 我嘴巴那邊破那邊破 所以我現在一點點炸我都不敢吃 我明明好好吃 我都說我不吃 因為那個一吃 別人吃沒事我吃有事 因為我年輕喜歡釣魚 釣魚是把魚的嘴巴弄破了 我不吃魚是釣起來養 然後養死了 丟掉 所以我的業報就是嘴巴破 所以我了解這個道理 我經常去買那些人家釣起來的 甚至我沒有時間 然後他們有人在釣魚 我就拜託那信徒 你去跟他說我給你買 對不對 他們就高興了 買來就給他放了 你要製造這個反作用力 來改變你的行為果報 當然很簡單 一個人為什麼手比較長 在佛經說 他這個手經常去幫助別人 幫父母按摩 他這個手經常寫大家要愛國愛教 寫好聽的 所以他的手比較長 一個人為什麼手會斷掉 佛經又說他這個手去打過他的爸爸媽媽 如果你的手或腳去踢或對你有恩的 你手腳會斷 或是你特別喜歡吃豬腳 那你要小心 因為行為果報 你特別喜歡挖魚的眼睛來吃 那你也小心 特別喜歡吃螃蟹跟蝦子 因為螃蟹跟蝦子 他們的弱點就是眼睛 如果你注意看 他們的眼睛沒有眼皮 那就是用眼睛是他最敏感 所以他一給他燙 他的眼睛就爛掉 所以如果你了解這個道理 媽媽腿不好 那各位去幫助別人的腿 送膝蓋按摩給他 特別天氣比較潮濕 老人家一定膝蓋不好 然後中國有很多幫助膝蓋的方法 特別有一個方法 我們到緬甸學的很管用 用太陽的力量 緬甸的佛教 你用一個濕紙巾用完了 把它洗乾淨曬太陽曬得很熱 然後那個熱熱的太陽的力量 放在他的膝蓋裡面 然後就會把他膝蓋裡面的濕氣消除掉 然後再幫他抹麻油 麻油很管用的 麻油可以清入 麻油是熱的 它可以清入到皮膚裡面 然後稍微麻油抹一下 他的膝蓋氣就通了 所以這是緬甸佛教的方法 那如果你把這個方法 一直免費的告訴別人 那你累積這個力量的時候 那這個力量可以轉移 什麼叫轉移 給媽媽 簡單的說 你頭痛 那你經常受頭痛的藥 或告訴別人減低頭痛的方法 我們這次有帶一本書 下午大概會發 一個人如果經常頭痛 要拿一根鐵釘在緬甸 碰十下 哪裡痛就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然後放五分鐘 頭就舒服了 那這個方法很簡單 除了你自己管用 然後你就把這個方法告訴所有頭痛的人 去幫助他 那這樣就可以深深事事不頭痛 而且你可以幫助別人解決頭痛 因為你累積這個力量 所以像我們喜歡放生 喜歡救那些要被殺的生命 那因為你救他的命也就救自己的命 兒子生病了 爸爸媽媽往生 或是年紀大了 我們幫他救命 你腰不好 腰不好救什麼 救魚啊 魚就是要靠這個的 特別是山魚啊 鰻魚啊 他是要靠腰才可以動的 那你就救他不要被殺 那你就把這個力量 我們叫回向 回向給腰不好的人 還有一個方法 你要送那個治療 腰痛的貼布或方法 送給人家 所以感冒的人送人家感冒腰 還有一個很重要 你希望你的女兒長大 不要被欺負啊 像印度人女生被強奸啊 怎麼辦 那佛教的方法很簡單 把你女兒的漂亮的衣服洗乾淨 送給其他的窮人 寄到印度啊 寄到窮人 然後他們穿這個漂亮的衣服 保護他的身體 然後你的女兒的身體 就不會被欺負 這個就是佛教的方法 所以眼睛不好了 送人家眼藥水 腳不健康呢 把舊的鞋子 台灣現在在收集 所有不要的鞋子 收集好 寄到非洲 因為非洲很多小孩 沒鞋子穿 就會受傷 因為傳染病 所以一年我們送了 光小小的台灣 40萬雙鞋子 還不夠 鞋子完以後送衣服 特別各位你老人家 你的爸爸媽媽老了身體不好 那你把他的衣服洗乾淨 捐給貧窮的老人穿 讓貧窮的老人身體舒服 那這個老人身體就好 所以幫助身體的方法 放生 布施藥 多照顧其他老人的身體 布施衣服 各種方法都可以 然後這樣來製造 在內置 行為反作用力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所以像我 我以前聲音很小聲 不是很好聽 我講課 講佛法 講了25年了 我發覺我現在聲音越來越好聽 因為我講課不收錢 但是經常念經 幫往生者 這幾天我們李志雄先生 一直帶我們去魂墓 太好了 去魂墓 去念經 去幫他們做功德 但是話又講回來 你能夠到那個魂墓 這魂墓一定跟你有緣 你的祖先 搞不好你前世就死在那邊 我們從坐飛機來去什麼 凱達尼號那個輪船的地方 咦 他們就直覺了 一定有人是坐在船上死的 今天又回來了 這個事情是佛教沒有巧合 這個時間你會跌倒不是意外 會跌倒會發財 都有他的原因條件 記住這個道理 這個時間沒有偶然的 所以一個女孩子 一個女孩子 嫁給這個先生 他先生有外遇 他很生氣 我如果不嫁給你就好 我說你這樣講不公平 你嫁給誰都一樣 因為你有種下 被老公有外遇的因 你嫁給100個男人都一樣 那怎麼辦呢 那你要改變你的思想行為 唸觀音菩薩 像宵夜這樣 然後你就改變 不是改變對方 這個就看前面 你這樣他就這樣 你這樣他就這樣 這就是佛法 佛法不是改變別人 佛法是自己改變了 對方就改變了 那佛法是幫助別人 我改變自己是為了幫助別人 所以有一句話很重要 來幫助別人 才是幫助自己 就很簡單的道理 幫助眾生更是幫助自己 所以那隻流浪狗 流浪你把牠收養 那你生生世世不用流浪 生在一個父母雙全的家庭 所以如果有人 他生下來爸爸媽媽就不在了 覺得他是單親 或是父母不在 那怎麼辦 那你多去救那個一對一對的 在我們台灣就救那一對一對的鵝 鵝是一輩子在一起的 或是幫助燕子 燕子他們也是一輩子不分開的 或是幫助一對 一對公鳥母鳥 他們有在放生了泰國緬甸 請他們幫我們放一對一對的鳥 讓他們不要分開了 那你生生世世家庭就不會有這個 分開的痛苦 甚至我們會告訴小朋友 你看到那個螞蟻窩 看到什麼鳥窩 千萬不要去破壞它 你破壞它以後 生生世世家庭破碎 所以這個叫行為主宰命運 所以每個人都希望臉長得漂亮 你要多微笑 不要嗯 你這樣就會很醜 所以不要耍臉色給人家看 因為你喜歡耍臉色給人家看 以後你那個臉就奇怪不好看 因為你製造的 所以不但不耍臉色 各位要多種花 多種漂亮的花給人家看 所以各位你到英國來跟我們在中國 或是你去東南亞 為什麼長得不一樣 這邊的天空也不一樣 這邊的花草樹木好像比我們那邊漂亮 我們那邊叫雜草 這邊的草看就平一點 因為他們很注重這個 所以你越注重外間的那個 那你投胎的環境也好 那有人就問我說 那為什麼他投身在加拿大 投身在歐洲福利制度那麼好 我投在印尼啊對不對 每天要貪污才能過生活 那我說你過去才貪污啊 那怪誰 你過去是準時繳稅金的人 你這輩子不用工作也有福利金 所以佛教就要我們知道這個道理 人的思想行為主宰你的命運 所以你要好好的修正自己 我們叫修行 一方面接受自己的痛苦不圓滿 二方面製造未來快樂的因 像我這一輩子出家 我媽媽就一直怪自己 我從小子每天跑去寺廟幫你點燈 點到你出家去了 我還跟我媽媽說謝謝 謝謝你幫我點燈 我說媽媽怪不得你眼睛那麼漂亮 點燈的人眼睛漂亮 我媽媽的腦筋呢 是我們全家最好的很冷靜 因為點燈的人智慧高 不是他讀書高 我爸爸是個博士 我媽媽沒讀書 但我們全家都承認 媽媽智慧比爸爸高 爸爸是情緒高 對不對 愛發脾氣 所以因為你去觀察就觀察 所以像小朋友你要幫他製造基因 你做父母疼愛他 你要幫他製造 你希望他走路不跌倒怎麼辦 送拐杖給老人家 你希望他永遠不會走錯路 也是送拐杖 因為送拐杖 他就是要保護自己走善的路 所以送拐杖 替小朋友送拐杖給老人家 那他不會跌倒 老人也不會跌倒 如果你家有老人 你怕他晚上起床跌倒 一次 我們在緬甸一次要送 六根到十二根拐杖給老人家 那他一輩子怎麼樣也不會跌倒 你希望他不要感冒 冬天的時候送那些衣服給貧窮的 沒有衣服穿讓他不感冒 所以這個就是佛法 好 所以我留一點時間 各位如果有問題可以問 現在要發一張這個 各位帶在身上 因為呢 雖然佛法的道理很多 那可能我們一下接受不了 但是佛說 如果你把這一張叫大水球咒 帶在身上 所有佛的力量在你身上 如果你帶這一張 你永遠不會墮落地獄 如果你帶這一張 這個人往生了 你看他看 跟他講一句話 他也可以往生淨土 這個叫佩戴解脫 所以先發給大家 請vision 好 留幾分鐘 因為我們還有 五分鐘到十分鐘 如果你有問題 借這個機會 你也可以問 好 你說 麥克風 好 他有拿麥克風嗎 快一點 有問題嗎 不用站起来 坐着就好了 首先感谢法师的开示 非常非常的有启发 我想问一下 就是藏传密宗里面 他们有喇嘛 或者是他们的大师的转世 他们修的法是脱离轮回了以后 是以菩萨的行来乘愿回来 还是以凡胎的行是轮回过来的 基本上每个在座的人都是转世 只是你是夜报的转世 还是愿力的转世 那一个人只要上辈子受五戒 不杀身不偷套 不邪音不忘语不喝酒 那你就有转世做人的机会 做人的机会 但是所谓的真正的 朱古在藏传仁波切 朱古 那我们汉传叫菩萨 趁愿再来 那他除了守五戒 他基本上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他来投胎 他可以不用来投胎了 他应该去极乐世界 但是他宁可 就像我们在乡下有很多天主教的神父 去帮助那些贫穷人 这个就是一种称愿 他们是活着就来了 那站在藏传佛教 他们为什么要转世呢 因为密宗对任何一个法都要求要传承 跟我们汉传佛教不一样 汉传佛教是按照佛陀所说的 你只要按照佛教的经典跟戒律 那你就可以不断的 趁愿要去极乐世界后来投胎做人 只是如果严格上来讲 在密宗 密宗有唐密跟藏密 所以我认为各位如果愿意研究密宗 除了藏密你要了解 我们中国传承下来的唐密一定要了解 但是这个比较深 比西藏的深严谨 所以一般很容易失传 然后你有密宗的法门的传承 你有义务一直把这个法留在这个世界 所以你必须再来投胎 那你才能够把这个法传下去 但是现在问题是来投胎的 他是不是一个菩萨就不知道了 所以如果你要去亲近这位密宗的仁波切上师 你还必须从日常生活去观察 他符不符合智慧慈悲 如果他不符合 基本上你可以得到他的法 但是不要跟他学 因为贪心的人怎么教我们贪心的 爱生气的怎么教我们不生气 那没办法 所以真正的菩萨或是仁波切的转世 那是透过你人格的观察 而且如果按照经典说 至少要观察12年 意思是说你要很仔细的观察 就像各位在找老公找老婆一样 你要观察 但是往往那个不是观察 那个是被感情重昏了头 那是所以对这些有传承的上师一定要观察 然后你才不会走错路 这在我们汉传更严格 在《华严经》里面 善才童子为了要追求利益众生的方法 所以他透过文殊菩萨给他介绍 对不对 一个介绍一个 由善知识介绍善知识 只是现在的社会已经变了 大家知道活佛很管用 每个人都套了这个名字 仁波切活佛 那有时候就会 你给他观察 那个活佛什么 还在贪嗔痴 那就不提了 汉传佛教比较重戒律 你今天要成为一个法师 你不管你是不是趁愿再来 一定要慈悲 不能吃肉 不能搞男女关系 不能贪财 那这个也基本条件要有 但是无论是汉传上传 还是要观察 当然更重要的是 你有什么心态 就会认识什么老师 意思是说 如果你是求财的 那你就会认识那个爱财的法师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物以类聚 如果你的动机 是为了解脱生死 乃至真实菩提心的爱众生的 那你自然就懂得去找那种 蒸发菩提心的老师 我想还是自己的心态很重要 好 还有两个问题 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去世了以后 才走的 我们念什么经验比较好一些 人往生以后 走了大概有三月份走了 我们佛教不讲去世 我们就讲人往生 他往到好的地方 那往生以后念什么比较快呢 第一个就是送地藏经 因为地藏经呢 可以让他不会堕落地狱轨道 出生到 地藏经是消业障最快的 不分大人或小孩 甚至因为做妈妈 不得不有一个堕胎流产以前 那你要帮他送地藏经 还有地藏经有说怀孕的妈妈 如果能够念 在这怀孕期间念七部地藏经 这个小孩子 他整个业报不好的都会改变掉 所以一个人往生了 你帮他 特别在四十九天之内 你能够帮他送七部地藏经 然后他的来世 就不会在地狱轨道出生到 那送经还不够 那按照地藏经里面所说的 布施啊 照佛像 印佛经 帮助贫穷人 然后呢 这些可以帮他累积很大的福报 让他来世更好 所以我想人往生以后 特别我们做子女的 我们每天都回想 念一下 县世父母 七世父母 历代祖先 历代祖先 你每天都要念这个 吃个饭也要念 吃个饭拿起来 供养三宝完以后 就供养父母祖先 七世父母 我们都会念 养成习惯 我们连喝一杯水都会念 一拿起来供养三宝 父母祖先 父母祖先 就已经念习惯了 所以有一个咒 各位如果能够背起来 这个叫报父母恩咒 那么米尼多 在问懂的人 我做什么善事 我拜佛 父母都会脱离痛苦 一个人如果孝顺 他就很有福报 所以佛教里面是 以孝顺自己父母的方法 去孝顺其他的众生 这个叫地上菩萨的精神 慈悲 所以我想各位要多 我昨天来就跟赵先生 能不能带我去教堂 我的教堂十分钟 我可以念很多 教堂里面有很多往生者 而且我们要把我们做的 所有的功德融入教堂里面 因为西方人会到教堂苦的时候 是祈祷 他可以得到我们的功德 简单的说各位 你看到一个十字架 耶稣圣母玛利亚的形象 你点过灯 你放生 你念过经 你还把这个功德供养他 他上面这个形象有功德 所以去祈祷的人 可以得到你做的功德 这个叫慈悲 如果你去做这个功德 最后再回向给父母祖先 那力量最大 那这个意思 话又讲回来 如果我们的父母祖先 还在受苦没有超度 子孙一定不好 不顺 不好睡觉 生病 不赚钱 有这个道理 好 时间快差不多了 最后一个问题 当然有人会问我说 那怎么样知道我父母 有没有超度 李志雄身上有个中国的传统 各位知不知道 拔杯 他还藏起来 很慎重 这个方法很准的 这是中国最好的传承 台湾的出家人 包括老这些 好人家 你跟他讲什么事情 等一下 我去问观音菩萨 他就是这个东西 他就念念观音菩萨 然后往桌子上 就是念完以后 我的父母现在过得快乐吗 还是说医生叫你去 看医生是要看中医 还是看西医好 医生叫你开刀 到底开刀还不开刀好 问谁也不知道 他就问佛菩萨 他相信了佛菩萨 问完以后很虔诚 他就跪在那边 然后就这样 放下去 一震一反 如果一震一反 这个你等一下再请他教你 最好你也送人家 用桌上 这样用桌上扫下去 这个桌就是这样 一震一反 对啊 对啊 如果掉在地上也可以看 一震一反就是对 两个都反了代表不对 两个都朝上了代表 还没讲清楚 这就是中国人跟佛菩萨沟通的方法 这个方法很简单 重点是你要相信 但是不能迷信 你问佛菩萨不可能去问说 我去赌博会不会赢 那个不用问了 问的都是一些真正关心的事情 有一个观念 佛没有死掉 如果佛会死掉 佛就不叫佛 佛的是视线 佛永远在 观音菩萨永远在 就像西方人说圣母玛利亚永远在 你只要跟他祈祷 祈祷 然后你跟他祈祷以后 就用这个沟通这样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也要练习练习 练习到自己觉得很准确 好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钟头的功德回向 回向给学校所有学生附近的居民 所有已经往生过世了 因为我们这个钟头都没做坏事 都在听佛法 这变成一个功德力量 要把这个力量布施 同学们都很平安 走路不会跌倒 大人开车平安 这个叫力量 来念一下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父母祖先恩 上报国家社会恩 上报所有众生恩 上报生保加持恩 回向所有同学们 学校师长学生 下季地狱苦 下季恶鬼苦 下季畜生苦 回向所有生病者 找得健康 家庭事业顺利 若有健文者 西法菩提心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保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最后我讲一句话 什么叫慈悲呢 你把你对你儿女 或是你对自己最孝顺的父母 以对待他的方法 来对待所有人跟所有生命 这就是慈悲了 很简单 平等 没有分别 去爱所有生命 就像你的独生儿女一样 这就是慈悲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陀花树 红花圆灯 海陀花树 红花圆灯 海陀花树 红花圆灯 也愿大家都护持账号1996-5232 每个十一号礼拜日 最后八点半 心得中保里里面外当中心 八观灾解 好心 点满点 减满嘴 悠惊各自比细细发挥 念了电话 3-5337368 3-657-385 3-516-5832 2月13号星期二 念阿弥陀佛 持摘处罪九十节 上午八点半 桃园乐善寺活动中心 八观灾解 护生 点万灯 供万水 要供祭慈悲施时法会 联络电话 03-347-7666 03-331-0553 2月14号星期三 华言菩萨圣诞 念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持摘处罪七千节 下午两点 台北生命道场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2月16号星期三 5月16号星期三 美丽菩萨圣诞 念典功如来 七载度座四十节 辅得心变着 一月一合到一月十四合 心变过 定期如来输成功到日 三行与欧行相一百万教会 上午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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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三点台北港等 庆祝米丽菩萨圣诞 新春开始 十共用 下午先发会 联络电话 抗日 你求一起 八八五五 二月十八号 吃过赤三星期日 获得心变着 一月一合到一月十四合 心变过攻得日 三行一欧行相一万教会 上午八点半 帮助比方港等 共阔大纱天发会 另一个电话 空二 你求五一 空三五五 二月二十合 这月吃过五星期日 乎得心变着 一月一合到一月十四合 心变过攻得日 三行一欧行相一万教会 像若铺天港等 心婴共着 点满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